《出埃及》 好,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出埃及》 大家慢慢的谈 老庄慢慢的谈 那 《出埃及》在整个 想法里边 或是在我们的文学里边 甚至在所谓的电影里边 都有提到 那当然这个是在整个基督教的这个历史里边 尤其是旧约是最重要的 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次的事件的话 那后面的就不用谈了 因为就finish 我们就完结了 那就是因为有所谓的《出埃及》 所以当时候的摩西 就带着所谓的这些以色列的子民 怎么样 出了埃及 大家在早先我们有提到 当时候亚伯拉罕也来过 雅各他们全家 包括约瑟 甚至 耶稣也来过 耶稣来过埃及 又出了埃及 但是这一次 要出埃及 是最重要 比耶稣还要早 而且 这个主要的一个人物 其实也叫做 摩西 叫做摩世 那 在台湾也有 这个是 一个八卦 八卦 那后面我们在约旦那个地方 可能会提到更多了 因为摩西 在我们台湾也有一个所谓的我们的长辈 我们的非常纯重的一个长辈 姓李 他也自称为摩西 这个我们先按下一个伏笔 后面我们再来把这个李摩西稍微跟各位再提一下 重点的主角就是摩西 摩西带着以色列多少人出埃及 在圣经里面 他们说 那天 出来的时候 有大概六十万的男人 哇 但是男人 为什么呢 因为讲讲法里面 是男人以外 妇女 小孩 不包括 还有什么呢 其他的闲杂人 哇 多少 如果按照他们早期的人口数的话呢 那至少要 你看 一个男人 带着一个老婆 好了 两个小孩 如果万一呢 再加上我们还有那种 徒人的话 或是呢 其他姓 这个所谓的犹太教的 其他的所谓的义族 所以要把这些人呢 就全部包裹的话呢 那可能这个人数呢 会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应该至少要乘上四嘛 因为四个嘛 有没有 加老婆 加两个小孩 或是呢 再加上呢 其他的闲杂人等 大概超过两百多万 三百万 这个就亏选了 为什么叫亏选呢 因为呢 有些讲法呢 是说 你要先把那个所谓的 他们在数字里面 那个文字呢 要把它翻译呢 要稍微呢 要注意一下呢 就是说 他们呢 用签为单位 签人 签人 但是这个签呢 并不是人的意思 它是呢 是所谓的一顶帐本 那一顶帐本呢 就多少个人 所以 除上一千 六十除上五 六十万除上一千 然后呢 再乘上四或五 这个话 那这个数字呢 大概呢 应该是在一万人 左右啦 应该一万人 那也很可怕 很可惯 因为呢 要带这么大的一个部队 就好等于我们讲呢 要好几十了 我们的正规军里面呢 正规的军团呢 超过了 大概两三个军团 所以也不容易啦 我们不管是六十万人也好 或是呢 叫做 六百顶 或是呢 七百顶的帐本也好 那这些人呢 要过什么 要过红海 在第二个项目里面 那 过了红海 要过红海之前 那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因为呢 当时候的埃及的法老王 不让这些人呢 离开 所以呢 当时候的摩西呢 就要求呢 怎么样 借着上帝的手呢 有四个灾害 给爱情 那当然最重要 其实呢 在整个出爱情 我认为呢 我认为在最重要的 一件事情呢 就是实戒的半部 如果呢 没有实戒的话呢 就等于没有这个 所谓的一神教的一个源头 因为呢 在早期来讲呢 我们 所有的所谓的原始的部落也好啦 或是呢 我们讲呢 原始的宗教里面 都是从主灵也好 或是从多神教啦 那真正呢 所谓的一神教的创始人 而且呢 有所谓的一个真正的一个 所谓的教义 一个经典 一个神学的一个观念呢 那应该要做摩西啦 因为呢 他在那个地方呢 创立了一个叫做一神教 这个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时间 这个很复杂 这个很难讲 连这个所谓的真正的这个 应该叫做考古家啦 神学家啦 也没有办法给各位一个很 正确 我们只能用推测啦 但还聊聊 因为呢 拍电影的跟写书的 讲法都不大一样 那地方在哪里呢 就在埃及嘛 那我们有提过呢 就在埃及的所谓的 西南半岛 或是呢 那远一点 因为呢 绕了四十年以后呢 就来到了 约旦 然后呢 才进入到 所谓的以色列 所以 进到约旦以后呢 还不算真正的进到 所谓的迦南地 因为呢 要从约旦才真正进入到 所谓的以色列 所以 变成呢 这趟出埃及 其实呢 绕行在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旷野里面 因为当时候呢 被罚出 罚四十年 其实 四十年那个地方呢 巴尼亚斯呢 其实应该叫做加底斯啦 加底斯 巴尼亚斯呢 加底斯那个地方呢 其实已经来到 所谓的迦南地 但是呢 就在那个地方呢 绕绕绕 接近了 苏尔邦 所以绕了这么四十年以后呢 又回到 类似我们现在的地理位置呢 叫做阿卡巴瓦那个地方呢 然后呢 往上进入才到所谓的约旦 进入到以东 进入到摩亚地 后来呢 当然摩西呢 就挂掉了 没有人带了 那就有所谓的 这个另外 第二个Leader呢 就是 约族亚呢 带这些人呢 进入到所谓的 迦南地 这个是一个过程 那 有什么东西 哇好多啊 太多了 有那个 吃了四十年的马拉 还有那个 安屯 安屯 那个小鸟 安屯 然后呢 我们讲的 十界是法版 还有设立月跪 你看呢 就把 整个基督教的一个 这个 典章 制度 它的文物怎么样 统统呢 用得出来 所以呢 这段路呢 很久 四十年 很远 如果我们用 现在的国家来讲 就跨了埃及 然后呢 到它的半岛 进入到约旦 然后呢 才回到 所谓的 以色列 所以 变成了这个路线来讲 就大家呢 也有 很多的讲法 有时候呢 它是 有分成ABC 有说 北线 北线呢 就是沿海 但是呢 圣经里面就提到 他们不走北线 这个第一条线就OK啦 就不要啦 但是呢 有可能是 稍微 北一点 然后呢 再往一点 第二条呢 就是 中间的路线 有可能 因为呢 这个是 后来 我们再后来 跟各位呢 再补充一下 因为呢 有些的这个想法 或是考古的这个证据里面 所以我提到呢 那应该是从西南的中间的这条路线 怎么样 跨到所谓的 阿卡巴 阿卡巴湾 因为呢 红海呢 我们讲呢 它是 出红海 跨过这个红海呢 才能出埃及 所以呢 红海到底在哪里 所以就延伸到呢 你这个 跨海的点 跟你 发现到最后拿石板的点 会不大一样 那我们用传统的路线呢 就是第三条路线 南边的路线 来到西南半岛的南边 然后呢 那边有座山 叫做西南山 后来呢 有时候我们 翻译里面呢 把它刮护了 就变成叫 摩西山 因为呢 最高的山 跟现在的所谓的圣经里面讲 它是在 最高的山 但是 现在最高的山呢 在西南 剩凯撒里山 又不大一样 那个点又差了一点点